打開洋風箱 上前之蜜蜂來回鑽洞 只是上頭的蜜似乎少了很多 它都義大利蜂 不過現在氣候不穩定 才沒有什麼味道 采不到蜜 呂先生也開心不起來 蜂蜜不是要賣 而是要給一對腦麻仁女 復健用的 主要是要讓小孩吃 如果有春才有味道 八個簡單馬尾 他就是城市秋紅 來自越南 21歲就嫁來台灣 14個年頭 除了要照顧因為工作受傷 下半身癱瘓的老公 還有一對雙胞胎 這裡小孩有先生 就真的就變是我第二個故鄉 抱起45公斤重的女兒 穿過客廳走到浴室 14年來如一日 一對兒女因為早產缺氧 一出生就有腦性拿幣的缺陷 這也讓才150多公分的他 吃足苦頭 這什麼 這什麼 這媽媽每天陪兒女上課下課 回到家還得緊盯兒子念書 帶著他一題一題的復習 兒子因為有閒聽的障礙 必須花更多更多的時間 要孩子融入群體 學著和人溝通 媽媽擔心自己沒有辦法 陪著他們一輩子 生活總得自己來 媽媽謝謝 兒子的一聲謝謝 讓陳媽媽紅了眼眶 雖然自己的兒女 和其他人不一樣 但付出的愛不曾少過 辛苦的辛苦 但是跟他們... 一天一天進步 我知道了 對 為了兒女一聽到蜂蜜 可以幫助復健 夫妻倆就在菜園裡揚起蜜蜂 蜂蜜一點一滴的累積 對他們來說 就像兒女一點一點的進步 蜂蜜的香甜 就像兒女的笑 永遠填在心頭